這次選舉 非常非常的重要 南部人的開口 還有一個南部人的需求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我想要跟所有高雄鄉親報告 這次的選舉 我們一定要當一個聰明的高雄人 我們絕對不能當一個笨笨的高雄人 聰明的高雄人 有三大重點 第一 最愛好和平 全世界打仗 最危險一定是首都 第二危險一定是軍事要塞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 全台灣最危險一定是台北首都 第二危險一定是高雄 因為所有的軍事要塞 陸海空山軍跟海軍陸戰隊 以及全台灣最好的軍港作營 都在高雄 高雄人 要告訴全台灣全世界 我們高雄280萬鄉親 是最熱愛和平 最拒絕戰爭的對不對 第二點 高雄鄉親 高雄鄉親 放到島那裡思考 我們高雄人 現在負債全國第一 我們將近有2500億的負債 我們高雄此地 80% 畢業之後都離開高雄 各位高雄鄉親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孫子 離開我們可愛的高雄 為什麼 80% 因為找不到好工作 賺不到錢 所以聰明的高雄人知道 我們的城市負債這麼多 我們經濟這麼的弱 我們一定要全力來比拼經濟 280萬的高雄鄉親 上下一條心 衝刺我們的經濟 吸引外資來投資 把我們整個城市基金帶動起來 讓我們流落在異國他鄉的質地 能夠回到高雄 我遇到好多 我在加拿大 美國在日本 到很多地方 甚至到了新竹 花蓮 只要高雄年輕人 很多看到我 孩子長 你好你好 我爸爸 我阿公是你粉絲耶 我說我阿公幾歲 80歲 我說那你本人咧 他20多歲 我不是你的粉絲 我偷成績賣的 有一次到新竹尖石鄉 我講這個話 九個台灣人 我阿公是你的粉絲 我說你阿公幾歲 80歲 我說那你本人咧 我說我不是你的粉絲 我也是偷成績賣的 我說我這樣子 為什麼我韓國瑜的悲哀 就支持我的男的 基本上都社戶性重大 支持我的女的 都過了更年起了 所以各位鄉親 我講這個話 要告訴大家 九個台灣人 就有一個高雄人 我們的子弟 完全飄落在異國他鄉 連加拿大都有 看到高雄人 還上來過 還市場會在加拿大碰上 他們好渴望回家 他們想家 但是賺不到錢 所以各位高雄鄉親 搞清楚 我們要全力充斥經濟 第三點 聰明的高雄人要知道 我們要追求城市的定位 我們要追求高雄未來的目標 美國政治中心 華盛頓 美國白宮 國會 五角大賞 通通是 華盛頓 但是美國經濟最發達 紐約 中國大陸政治中心 北京 中國大陸工商業最發達 未來台灣 政治一定是台北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但是 工商業最發達 一定要在高雄好不好 好 我們要追求我們高雄市未來的定位 所以我們希望 所有高雄鄉親 今天聽聽老師長的話 這三年 我離開高雄 大家說你日子過得怎麼樣 我說十個字吧 他說哪十個字啊 出門靠朋友 回家靠老婆 大概就說這生活三年 但是我無時無刻 我在思念的 懷念我們高雄鄉親 我時常在擔憂台灣的未來 聰明的高雄鄉親 記住三點 我們要和平的高雄 要經濟發達的高雄 要有明確定位的高雄 我們把一切希望 拜託我們下一屆的總統當選之後 千萬不能南北差異 一定要把國家更多的資源 放在我們大高雄 讓我們經濟起來 教育辦好 讓我們留在外面的子弟 回到我們家鄉上班 整個把高雄發達起來 我們把一切希望 放在總統候選人 好友誼 拜託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永遠的高雄市場 韓國瑜市場 帶來最溫暖的祝福